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一凌晨 八甲展开连场激战 其中彭美拉斯将坐镇主场迎战胜保罗 彭美拉斯目前已经连续长达16轮联赛不败 冠军奖杯近在眼前 球员战役毋庸置疑 加上金杖又是主场作战 彭美拉斯迎球不在话下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彭美拉斯联赛至今好取19胜10和2负的优异战绩 也是八甲唯一胜率超过6成的球队 如今以10分的优势领跑积分榜 在联赛仅剩7轮的情况下 争冠形势逐渐明朗 近况方面 彭美拉斯已经连续16轮联赛不败 当中包括一波6连胜和5连胜在内 球队状态十分出色 美中不足的是 彭美拉斯上轮联赛 在取得领先的情况下 未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势 最终导致此前一波联赛5连胜戛然而止 2.八宝沙无疑是彭美拉斯封线上最重要的得分好手 他至今攻入10个联赛入球 个人在八甲神射手榜上也是名列前茅 而且在2.八宝沙取得入球的联赛中 彭美拉斯从未输过 金仗主场出击 2.八宝沙有望再次帮助球队再添三分 阵容方面 后卫亨利山度士 中场查尘渣渣和拉斐尔维加皆因伤缺阵 另一边乡 圣保罗目前的八甲战绩为9胜13和8负 整体表现十分平庸 再次在重夺八甲桂冠的彭美拉斯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境况方面 圣保罗也是有所下滑 他们进三仗各项赛事输掉了二场 如今在球员信心方面恐怕也是出于一面倒的劣势 另外 圣保罗近四次面对彭美拉斯同样输掉了三场 当中两次主场军末 还总共被对方六次洞穿了球门 此番走访状态如日中天的彭美拉斯 圣保罗只怕会是送羊入虎口 阵容方面 后卫拉芬拿和中场L 宾夕路均被罚停赛 中场尼卡奥和前锋 卡奥马迪西斯等人则因伤眷勤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